好 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现在报道了 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大陆的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 17号已经抵达台湾来访问 成为拜登政府他们迄今访台最资深的国防官员 不过呢 现在的状况很尴尬 因为现在的中美关系 因为气球事件现在降至新冰点 五角大厦的高层罕见访台格外受到瞩目 但是呢 外界现在就担心了 会不会有可能进一步计划美中关系呢 但是国防部跟外交部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都没有对于这件事情做出证实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呢 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头表示 坚决反对要求停止任何形势的 美台官方往来还有军事上头的联系 一起来听 我们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是一关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刻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 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停止插手台湾问题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而就在美军的战机 击落中国大陆侦查气球 将近两个星期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16号 他首度是在白宫就这一次的风波 正式对外发表谈话 拜登就表示了 他预期将会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习近平来通话 针对这一件危机进行沟通 来厘清事情的真相 而他同时也重申美国寻求 跟中国大陆的竞争 而非冲突跟新冷战 但是就击落气球这件事情呢 拜登还强调说 美国是不能够接受侵犯主权的做法 不会为了击落那颗气球来道歉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昨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头 呼吁美方跟中方相向而行 管控分歧 避免误判误解 而对于拜席是否通话 他表示目前是没有可以提供的相关消息 而同时间呢 汪文斌他也回答记者提问 就拜登所说的询问 这个大陆外交部来做相关的回应 现在外媒记者也问到他 说相关的问题 拜席到底会不会通电话呢 汪文斌他则是重申前一天的说法 要求美方不能够一边沟通 一边对话 另外一边呢 则是玩两面手法 也就是计划矛盾升级危机 中国比应用无人飞艇 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个意外偶发事件 但考验的是美方对妥善管控危机 稳定中美关系的诚意和能力 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对话 一边激化矛盾 升级危机 而应从中方相向而行 管控分歧 妥善处理这一意外偶发事件 避免误解误判 推动中美关系 冲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关于你提到的两国领导人 通话的事宜 中方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而持续关注的是北韩的政局 北韩的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他的女儿曝光之后 现在传出妹妹金宇正的地位 也被动摇了 专家就分析金宇正的地位过高 其实会让金正恩感到不安 所以为了巩固政权 现在外界分析 恐怕金正恩他会下令除掉金宇正 不只是金正恩妹妹兼得力助手 还被视为北韩政坛第二把交椅的金宇正 近来却传出地位岌岌可为 甚至可能被金正恩当成政治对手除掉 在未将近12年 金正恩被外界认为为了巩固政权 曾多次下令暗杀包含 亲哥哥金正男在内的家人们 美国一名长期研究 北韩问题的分析师指出 自从金宇正2018年以来 频繁登上国际场合之后 各国开始推断 他将成为北韩未来的接班人 这让金正恩开始感到不安 可能成为拉垮金宇正的主要原因 类似情况早已有潜力可循 金正恩的故障张承泽 也曾是北韩第二号人物 号称金正恩接班时的首席辅佐大臣 但他却在十年前被金正恩 以叛国罪下令处决 这足以证实金正恩害怕被亲人干政 就算曾经是他的亲信 未来也可能被处理掉 随着金正恩女儿金珠爱的出现 代表金宇正的地位产生动摇 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未来不排除会被金正恩狠心杀害 接下来综合报道 菲律宾的陆军司令 2月15号就宣布了 本年度的美菲兼并兼联合军演 将在4月登场 而这也是自从2015年以来 美菲联演的最大规模的一次 双方参与的兵力 包括了9000名的陆海空军 还有陆战队 跟中美军投入兵力 大约是5100人 军演包括有实弹射击 还有军机攻击跟都市战 还有抢摊登陆等等的项目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